第一个就是那个喜好设定这里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解压说把它跑起来 第一步请你到那个喜好设定 喜好设定里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就是在那个Enjoy有没有 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SDK Location 请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有没有 如果你解压低底下就这个目录 底下的Enjoy SDK Window 这个目录 里面如果按套用应该会出现三个SDK版本 如果这个部分跑出来 那表示你Android SDK OK了 第二个是 再到你那个模拟器里面去做设定 就是视窗里面刚刚讲那个 Android Virtual Device这边 然后也是一样建一个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几个选项 比如4.22 然后我习惯用3.2的 比较小了 跑起来比较快 其他大概这样 如果你跑不起来的话 RAN可以缩小一点 可以不要5.12 你用2.5.6 我跑应该也没问题 好 那再来就把它RUN起来 不过RUN这个模拟器会需要 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第二个步骤 这边按Launch 如果说你们将来 希望第一次开启比较慢 第二次开启比较快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Snapshot Snapshot就是它会自己 帮你建一个Image檔 下次开的话会快很多 但是它会有一个 会帮你存在那个根目录底下 会有Image檔 它的原理有点像那个showmen 如果你Windows不是有showmen 按下去它是把memory的东西 call到硬碟里面 然后下次开启比较快 这也是个方法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它RUN起来 再来 不过要跑一下 我讲过了 就是i7是15秒 i5是30秒 那这个可能要更久一点 那再来就是新建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就是HallowWord 那HallowWord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几件事情 就是说做一个那个view 就是外面非常简单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以后的那个开发流程 大概就是照HallowWord 所以你HallowWord弄了出来的话 后面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1 2 3 我写程式都尽量简单 反正你就123法则 程式就写出来了 大概90%以上的程式码 都是123就可以搞定了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里面的话 我们产生这么多Ford夹 到底里面有哪一些需要用的 其实不是每一个都会暂时 其实暂时可以不要不要 将来我会再慢慢跟各位讲 每个资料夹每个资料夹的用途 但是目前你只需要知道两个 两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就是你的View 你的UI放哪里 其实你的View 你的UI就是放在Layer里面 第一个你的UI知道放哪里 就是将来秀出来的画面 它会是放在Layer里面有个 ActivityMan.xml 所以它的View是用Xml做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Source 就是你的程式放哪里 放在这上面有个SRC SRC里面呢 会有一个你的Package名称 刚刚建的Package名称底下会有个什么 Java档就是这个 所以目前你们建好专案之后呢 只需要知道两个东西 一个是View 就是你的画面 UI的部分 第二个是你的Source 你的原始码放在哪里 那等一下我会教各位 如何针对界面跟你的程式做撰写 那跑完 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它直接执行到模拟器里面 按一下那个 比如说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会出现 您按一下按钮 就大概是这样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儿 那儿